金门机场常因为浓雾 导致飞机无法正常起降 而昨天却是第一次 因为有密封群聚遮伤了旅客而延误 在确认旅客没有大碍之后 飞机是晚了五十四分钟才起飞 密密麻麻的黑点分布在机头上 就连机翼的地方也都有 这些黑点边是成群的密封 消防车紧急出动到场洒水 把风群冲散 不过冲水后四散的风群又重新群聚 机场只好再请来外包补风业者进行移除 说到延误起飞的搬机 是华信航空A1-1272 原定十四号下午三点五十分起飞到台北 在登机的过程中发现有密封群聚 还有两名旅客被遮伤 航站人员赶紧处理 发现是一般密封并非虎头风 乘客只有皮肤红肿并没有大碍 机场先让机上的七十名乘客 回到后机室再进行驱离风群 搬机因此延误了五十四分钟才起飞 捕风人员研判 可能最近是密封分封的季节才会出现风群 目前在航下并没有发现风潮 航站会持续检查是否有风潮 以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发生 记者程修林刘选综合报道 读报时间来看到 中国时报是 教育部近日公告草案 国中小学8月1日起 不能在早自习 课间 午休或课后辅导时间来考试 升学模拟考 应于国中三年级办理 不得在寒暑假结束后的第一周来实施 再来看到 自由时报是报道 为了要打击犯罪 法务部将研拟修法草案 如果犯下了高额诈欺 或是三人以上 符合不同诈欺手段 将会提高刑则为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 并会提高假释的门槛 联合报是提到了 一名19岁志愿义军人 昨天收假前 向父亲表明 军中压力很大 没多久就被发现在租屋处坠楼 而检警已经展开调查 而另外军中也传出一年义务意义实施之后 首起逃兵事件 流星士兵日午两天之后翻墙逃兵 虽然昨天主动回营 不过军方将会予以重诚 看完报纸重点继续来关心 花莲天王新大楼的拆除作业 持续进行当中 预估18、19号就可以解除周边管制 但是拆除作业 造成了邻近房屋被掉落的石头 砸坏了屋瓦 周边店家也没有办法做生意 里长希望县府能够有所补偿 花莲天王新大楼加速拆除作业 预计花岗街这一侧的H型钢将可以移除 接着以左右两边往中间的方式拆除 18号、19号渴望解除周边管制 花莲天王新大楼拆除作业 出现意外的插取 在花岗街这一侧 靠近天王新大楼的这个日式老宅 有屋主就指控 在强政发生的当下 建筑物都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 不过在拆除作业开始之后 有部分掉下来的石头砸毁了建物 黄小姐直言 拆除作业前就曾建议要有落实防护措施 现在不止没有防护 落实还造成自家近百年历史的乌瓦 跟墙壁损坏 不只有建物受损 拆除作业设立管制区 也影响附近住户跟商家 离一边救援沙卡档布道 失联新加坡夫妻 近期土石陆续有崩塌情况 救援队跟家属协议后 先暂停搜救行动 目前灾区不适宜进入搜索 也与家属协议后 同意即日起暂停搜救行动 未来等灾区没有危险疑虑 而且有发现明确新市政 会再度启动搜救 记者综合报道 苏花公路在地震当中受损严重 而花蓮的垃圾 以往都要经过苏花公路 运送到台泥水泥窑来焚烧 但是现在下清水桥 还是无法让运送垃圾的大型车辆通过 因此只能够先露天堆滞在垃圾场 天气炎热 这些垃圾异味也让居民感到相当的困扰 这一只花蓮市垃圾也埋场 可以看到这边垃圾堆滞得跟山一样高 自从0403大地震之后 不只是民生垃圾量暴增 加上这个营建废弃物的垃圾量也大增 还有这个交通中断 没有办法把这些垃圾运送出去处理 然后现在天气也越来越热 就连距离这个掩埋场大概下风处 500公尺以上的民众都可能会闻到臭味 热的话味道就会更重 当然有时候吃饭的时候会影响到 花蓮强阵导致苏花公路下清水桥断裂 虽然已经紧急抢修 但要能让运送垃圾的大型车辆通过 可能要等到六月 不过地震之后花蓮的垃圾量暴增 只能一直堆置在花蓮市垃圾场 一周收垃圾五天 每天就有64公顿的垃圾进来 吴信展表示 目前垃圾只能暂时露天堆置 不进行打包 每天都有喷趣味剂降低异味 也已经请环保局帮忙协调 希望能先将部分垃圾 再往凤林中区掩埋场 现在就是有启动这个紧急应变的机制 因为现在天气也很热 所以垃圾站置的话 还是要麻烦清洁队这边 做一些消毒的动作 不过不止交通问题 影响垃圾处理 原先负责去化花蓮垃圾的 台泥水泥窑 传出也因为地震受损 要到五月之后才能运作 一定要等水泥窑恢复生产 台泥的再生资源利用中心 才能够开始启动 同步处理花蓮垃圾 花蓮的垃圾只要一天运不出去 未来累积破百顿的垃圾 何去何从都是难题 记者综合报导 嘉义布袋在昨天连长开始 连续发生了四起地震 也让当地从四月开始 累计了二十一起的有感地震 气象鼠分析是因为花蓮强震 地表硬力调整 因此未来的两个星期内 还是有可能会有规模 三到四的地震发生 目前排除和梅山断层有关联 至于阿里山林铁 昨天上午因为路数倒塌 阻断了轨道 宣布全日停止 不排除也和频繁地震相关 大树横倒在阿里山林铁 焦立平车站附近轨道上 被司机员发现通报行控 当时正在路线上的三班列车 都在第一时间停下 林铁评估短期无法完成清理作业 宣布全天停止营运 十四号凌晨起 嘉义地区连续发生地震 其中以两点三十九分 规模四点二最大 餐厅监视器显示地 跳了一下后有物品飞落 由于当地十三号才发生 规模四点九地震 民众很担心 地震侧报中心监测 当地近期较频繁的地震 都发生在布袋地区 四月起至今 有感地震超过二十起 以规模三到四为多 推测原因与花莲四零三强震之后 地表硬地调整有关 当地与眉山断层有一段距离 研判为未知的盲断层 或是破碎袋的活动 那这一次我们相信是跟 零四零三地震有关 那应力调整 所以它将主要释放在 这个比较破碎袋的地方 地震侧报中心分析 两周内都还可能有规模 三到四余震发生 据有民众在社群网站贴文 预测 接下来可能有更大规模地震 以违反气象法 气象数学提醒 以目前全球科学能力 皆还无法预测 建议民众做好防災准备 不要过度恐慌 记者综合报道 在花莲强震过后 有不少建物受损 瓷砖剥落 被形容是另类的行人地域 对于瓷砖掉落的问题 虽然有通报处理机制 但是欠缺外墙定检申报规范 也引发了关注 大量瓷砖脱落从高空往下掉 插点砸到人 瓷砖脱落事故不实用 在零四零三强震后 情况更加拘 建物下道上 遍布满满裂痕 尤其高领老屋外墙 频频剥落 成了另类空中危机 但国内老旧建物过去 只有少数主动整修外墙 有管委会的大楼 住户必须都同意 但从费用到整修方式 达成共识不容易 更别说许多社区 没有管委会 住户整合就是难题 住户仍然处于一盘散杀的状况 要采取集体行动 非常的困难 光新北市三十年以上建物 少说有七十万栋 瓷砖脱落通报 从二零一九年一百零二件 到去年暴增到三百一十三件 各县市虽有通报处理机制 但欠缺定期检测及申报规范 住户往往等到出事才处理 同样年代的房子 不见得每一栋 都会有外墙的问题 所以你硬性的去规定 你几年就要去检查 这个为什么中央没有定 就是这个原因 老屋外墙问题 有立委提案 把建筑物外墙检查修缮 纳入地方政府补助范围 中央应制定奖励措施 也有立委建议 可由主管机关代位执行 记者 宠岸讯 陈柏玉 新北报道 保龄茶室的食物中毒案 环境裁检结果出炉 两名厨师的相关处所 都没有培养出 会产生邦克裂酸的细菌 而卫福部表示 虽然环境和食材都没有采到 但是病人的身上 检出了邦克裂酸 是明确的食物中毒 而后续会交由司法检掉来 整办 保龄茶室食物中毒案 最后一阶段的环境裁检也出炉 卫福部这个月四号带回 从保龄两厨师各自住所 采检到的二期间检体 细菌培养在十四号结果出炉 会产生邦克裂酸的唐昌普 博克细菌 液肚病原型培养全数阴性 卫福部认为 纵观整起事件 因从病人身体验出 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邦克裂酸 食物中毒案 源头从何而来 交由检掉继续追查 至于未来如何纳入常规检验 是否每次食物中毒 都要检验邦克裂酸 还要再进一步讨论 内科医师认为 在台湾首度发生邦克裂酸中毒后 相关食品保存规范 可再进一步检视 而保龄茶室中毒案迄今 累计通报三十四例 其中两人不幸死亡 四人在加护病房 目前都已清醒 根据卫福部 掌握医院回报 其中一人最快本周安排换肝 记者刷掌握医院回报 台中西屯有一家标榜 使用顶级和牛食材的烧肉店 被前员工检举 使用过期牛肉 食安处在十二号前往稽查 发现有不少的日本进口牛肉炸锅 还有过期的豆瓣酱冷面等食品 后续将会开发 厨师熟练的拿着刀具处理和牛 看起来相当可口 台中市西屯区这家由日本人经营的和牛烧肉店 标榜使用顶级和牛食材 餐点价格都不便宜 不过有前员工向台中市卫生局检举 店家使用过期肉品 使安处十二号晚间前往稽查 确实发现多项食材已经过期 实案处表示在店内的冷冻库内 发现不少已经过期的和牛 最久已过期将近半年 另外还有一批过期食材 现场立即进行封存 高档餐厅使用过期食材 民众也担心吃了身体出问题 食材处厘清后 将依违反食材法开罚 医师则表示 就算肉品冷冻在负十八度C以下 也不要超过三个月才食用 放冷冻的话 大概是一到三个月 这个的前提是 它处理的时候是有经过完整的灭菌 肉品放太久吃 当然最担心就是细菌增生 通常会导致食物中毒最重要的原因 医师强调不论哪一种保存方式 只要是过期肉品都不建议食用 因为会增生像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的细菌 若严重感染都可能致命 记者邱紫菌 台湾报道 提醒民众 出游订民宿 要先确认是否合法 台北民众在订房网站 订了屏东的一间民宿 两人房 结果人到了之后 被告知没有房间 只剩下一间四人房 而且还要加价 民众拒绝之后 对方竟然就不接单 县府调查确认 这间业者是非法民宿 这处位于屏东市的民宿 藏身在二楼没有明显招牌 遭消费者控诉 透过订房网预定两人房 也得到业者答复订单确认 人抵达民宿时 却被告知没有这笔订单 业者说两人房已卖光 要住得加价住四人房 甚至改变心意 拒绝接单 让消费者错愕 差点流落街头 最后是不断拜托业者 才介绍他们到其他老旧饭店入住 不愉快的经验 让消费者无法接受 也发现这是非法民宿 中日上午县府 击查时 发现民宿是无人柜台 业者的联络电话 也无人接听 县府已将这间列为不定期 稽查对象将随时抽检 一发现违法就开罚 也建议消费者订房前 在屏东县官网查询 合法不合法业者的名单 避免踩雷 记者王婷订队 新闻急紧来看到 台北大巨弹在去年底启用 而十三号首次迎接篮球比赛 吸引一万五千多人进场 写下联盟记录 而另外台中清水的高美灯塔 活化改造成全台首座 提供民宿服务的灯塔 十二号亮相 还有照顾者团体提出 互助喘息服务构想 由照服员搭配一名巨工 合作照顾四到六位失能者 让照顾者都能够有喘息的机会 来看我们的整理报道 卫福部统计复合使用 长照喘息服务的六十万名 家庭照顾者只有两层三的人使用 照顾者团体提出 互助喘息服务构想 每个礼拜天由照服员 搭配一名志工 合作照顾四到六位失能者 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强调 如果照顾者来担任一天的志工 就能够获得两天的喘息服务 互助合作让照顾者 获得更多喘息机会 红白相见的建筑本体十分醒目 台中清水的高美灯塔 以往的功能是指引船七方向 经过交通部航港局 活化改造成首座灯塔民宿 除了灯塔本体 周边原先是员工的背情是 由于被规划做历史建筑 因此依文资法规定重新规划 打造七间不同房型的客房 结合旅宿 卖店和观光导览 希望带动海线观光 台北大剧团在去年底启用 十三号首次迎接篮球比赛 提问联盟的新北中信特工 和台北战神在大剧团举行 例行赛 吸引一万五千六百人 进场写下联盟记录 而为了打造场地 两队总共投入破千万元的费用 现场的声光效果与空间感 也带给球迷新的体验 记者综合报道 关心天气 今天白天温暖偏热 各地高温普遍都可以来到三十 到三十四度 气象署针对台南高雄 还有屏东发布高温特报 都是黄色灯号 有机会来到三十六度左右 或以上的高温 接着就提供您各地的气象资料 中文字幕提供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式首语新闻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